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我们想建一个卖红茶的销售点系统 那设计可能会长像这样 也不一定完全要照这样 那我们希望说这边呢 有一个你所有卖的东西的清单 那所有卖的东西的清单 应该是放这里 那接下来呢 你在这边点点点之后呢 它会跑到这里来 那点了之后它跑到这里来 跑到这里来 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数量 比如说预设应该是一杯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往上调 那调完之后呢 它这里会自动计算出价钱 就是你单项的价钱 然后你按加入之后呢 就会跑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来之后 最后呢你已经全部都弄好了 它总价就会自动计算在这里 然后呢 你就可能还要缺一个 就是说列印报表之类的动作 那那个我们今天就不做 我们只做这一个画面 单一个画面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要用到刚刚的DataGreview 那首先我们先建立一个应用 这叫POSE 好 那这个POSE系统呢 我们去要抓几个东西出来 第一个我们要抓一个DataGreview 放在这里 那我先把这个视窗开大一点 因为我们的销售时点系统的视窗不能太小 好 那在这里 我们这边的就瘦一点 因为它是希望放所有的菜单 OK 好 再来 再拉一个出来 再拉一个出来 DataGreview 在这里 好 那这个呢 OK 我们希望说它宽宽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会高一点 高一点 然后呢 下面我们还会放东西 放总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这边呢 放一些 就是让我们可以调整价格的东西 这里其实可以用按钮 也可以用这种框 我今天用这种框就好 那上面呢 就放一些标记 告诉人家说 OK 这是什么东西就好 那 里面 这一个要用Combo 就是可以调整上下的那个 那个box 那这边呢 也是一个 一个Testbox 那这里是一个按钮 所以我们来稍微设计一下画面 好 我这里我就都用那个Testbox就好了 尽量用Testbox 所以这里 放一个Testbox 好 那 好 再放一个 总共我需要几个呢 需要三个 需要三个 这个稍微 不用那么大 好 那中间我们需要再另外一个 这个是那个 可以点选上下的 点选上下的 点选上下的 这里我们看一下 可以点选上下的 可以点选上下的 点选上下的在哪里 我还找不到 好 这里 DomainUpDown 这一个 好 这个 可以点选上下 好 那 我们不需要 很长 我们只要 可以点就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必须要为这些都稍微命名一下 哦对 最后我还需要一个按钮 按钮 放这里 好 按钮放这里 那最后我这里还需要再一个按钮 按钮放这里 好 那 这里 还要一个 还要一个总价 总价 好 这是总价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稍微 安排一下 不用太长的 就 调整一下 好 好 那我们不会做得很漂亮 那 这里 OK 先把它的 名字改变一下 每一个都改变 因为 名字 其实跟你写程式的 的 记忆性很有关系 所以呢 我这边 比如说这个品名 单价数量小计 加入 那 我就这边 TextPassName 好 好 TestPassPrice Price 单价 好 TestPassDomain UpDown 呃 数量 数量 Count 或Number Number 好 那 TestPass 小计 小计 Total 小计 Total 是 总价 TestPass Total 那这样子我们的名称命好了 感觉好像没什么改变了 这里 DataGreview 这里叫做DataGreview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要叫什么 比较好 看字叫什么 突然想不出来 怎么名字 比较好 DataGreview menu DataGreview 我也忘记之前叫什么 好 没关系 随便给个名字 好 DataGreview 这个叫做 OrderList 好 就订单 不要List Order 订单 好 那这边呢 这边呢 就叫DataGreview Menu 菜单 好 ok 那 接下来 我们必须要 稍微 设计一下 对 我这边还没加入一些标记 这个标记 也稍微加一下 好 这个Label 那我们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字型 到12 好 那用先姓名题 用 不要开题 欸 标开题好像很丑 是姓名题 好 ok 那我现在呢 让它的Label 这个其实不命名就没关系 所以我们不会存取到它 只要改掉它的文字就好 啊 这个叫做 品名 单价 然后呢 数量 小计 可以 这个 好 这个牛的名称呢 我们 叫做 加入 这个牛的名称呢 就叫做 总价 好 那其他的应该就ok 不用干 这个text 一开始我们设1 好 一开始设1 一开始设1 好 一开始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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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开始设1 好 ok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边的栏位 那我把这边的栏位呢 稍微 加一下 啊 这边的栏位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roll 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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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栏位 那你点一下它会有这个资料行可以编辑 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个 那我按加入 这边叫做column name 就是品名 好 那column name 品名 ok 好 大致上ok 再加一个 这叫column price 好 这个是 就是单价 好 按加入 ok 这样子我们品名和单价就放进去 好 那接下来这个就按确定就好了 ok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好 那这栏位的宽度是可以调整的 columns 好 那这栏位的宽度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选择 那这个选择 好 可以调整的选择 好 那这个选择 好 那这个选择 那这个选择 好 那这个选择 那这个选择 就要那么大了 我们不会到几万 所以呢 再调整一下单价的位置 单价的位置呢 应该是 以这个泡沫红槽 或许40就够了 40好像有点短 就 60 好 这样子应该就够了 那我把这个宽度就设成这样 好 那这里 那这里 我们的 第一个 菜单的部分就好 接下来我希望在这边呢 就是把这上面的东西 通通都丢下来 所以 我有品名单价数量小G 这些 好 品名单价数量小G OK 好 所以我一样 在这里的 Columns 我要去加入 品名单价数量小G NAME 好 请注意哦各位 这个是今天的水浪作业 好 第一个是品名 接下来再加一个单价 好 第一个是品名 好 接下来是数量 好 接下来是数量 好 最后一个是小G 好 这样子我们的这四个大致上就上去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宽度OK 也可以了 那 其实单价好像太长了 好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单价可以短一点 单价 看看 60 好 数量也太长了 数量也 60 好 小G 小G 长一点 无所谓 好 这样子看起来就OK了 好 那这是我们的 就是 大概整个画面 长这样应该就够了 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好 OK 两条差不多了 好 今天我们的这些画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儲存 先儲存 全部儲存 那就儲存成POSE OK 好 那儲存好了之后 其实我们程式可以先跑跑看 那这样看起来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把内容先加进去 所以呢 我们里面先放一些产品 我把产品就像刚刚那样 先填进到这里面 城市的里面 那我就进来 把产品先填到城市的里面 OK 那这样你执行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 你几项的产品 当然如果你还有卖别的 你可以一直加 那但是现在我点产品是没用的 我希望说我点了产品之后 这边会跑来这里 所以呢 我必须要加入一个触发事件 那在Data grid view menu 这边我们可以加一个sell click的事件 然后呢 把它的那个栏位丢进来 丢进来 丢到我们对应的那些textbox里面 好 所以我现在就去建立起这一个 这一个Data grid menu里面的sell click sell click 好 点进去OK 它帮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函数 我把这个东西呢 丢进来 好 我们不确定之前的名称跟现在也不一样 所以可能要改一下 像这个buttend name就不存在 因为我们这次是用textbox 好 textbox name 这应该就存在 好 那这个rows如果是 Nore的话就不动作 如果那个列没有东西 那你点了也不要动作 那如果那个列有东西的话才动作 所以这一个这样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我现在如果点绿茶 绿茶会跑进来这里 OK 好 那绿茶 那我就可以调整一下单价 诶 这里有个问题 我调不动 数量好像调不动 那这个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设定没有弄好 这个东西的数量 看看 text 是1 domain up down numeric 哎哟 这个好像不是 看一下 domain up down numeric up down 不是domain up down 所以我们刚刚拉错 原件 稍微看一下 numeric up down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 这个看起来很像 事实上不是 是 里面 哪预设呢 是 1 OK 好 存一下 OK 这样可以调 OK 那我点红茶 但是我调的时候这个小记不会出现 所以我要让它会出现小记 所以我要去算 我希望这个一调整 小记就要改变 所以我当这边我调整的时候 这个小记应该要变化 所以我让这个NumericUpDown的某个动作 就是改变的动作会触发一些事情 那它的改变的动作 NumericUpDown的ValueChange 我希望它会计算Subtotal 那计算Subtotal的函数 在这里 我把它拉进来 好 那这里呢 有一些栏位呢 是我们设在物件里面的 所以在这边我就 一样我们把这些栏位设在物件里面 第一个是Name Price Number Subtotal 好 这几个 应该都是整数就可以了 除非你会有用美金可能会有小数 如果是台币的话 应该很少人 你还卖几角的 好 ok 那所以这样子 Subtotal ok 这应该就ok了 ok ok 这个名字 对好 这个TestBus Price Double.plus 看起来应该ok bottom 我们没有bottom 是TestBus TestBus Name 好 那我们有TestBus Price 吗 TestBus Price 有啊 ok 那这里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是Double的问题 那 那这边呢 就 其实用INT就可以了 那这里也是应该用INT就可以了 那 ok 其实 这里如果Value是整数的话 应该连INT都不用 因为它预设就是整数 这个 NumericUpdown 诶 点Value Decimal 哦 它是Decimal 所以 必须真的要加INT 它是Decimal 是一种 可以有小数点的数字 好 那我这边通通都是整数就可以 好 那CalculateTotal 接下来呢 就是 这个改变的时候 没有让它触发 CalculateTotal 所以在这个ValueChange上面 好 让它去出 CalculateTotal 这样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再建置一下 ok 那这时候我点红茶 选两杯 这里就有计算 可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现在点绿茶 这里 你可以看到 有点不符合我们要的是 我这里点红茶 点进去之后 这里应该就要有小计 但是它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数量没有改变 所以 我们稍微 在 这个 点的时候 就直接让它计算一次 点的时候 计算一次 好 这样点的时候 就直接算进来 改变了 再改 ok 这样会好一点 那接下来就是要按这个加入的时候 要放到这里 所以呢 我们 要在这里 按下去的时候 让它呢 把整个 这些 内容 加到 那个 DataGradeView里面 好 那 这里 我们应该有写了 所以就不用再重写 当它按下去 add button add click的时候 就做这件事情 好 button add click的时候 就做这件事情 好 先计算 total subtotal 计算好 因为 确定说它真的 真的 真的有重新 计算过一遍 才不会 不一致 那 接下来呢 就是 DataGradeView order 这一个去 的列 加入 你所 储存的 那几个栏位 那几个栏位 然后最后呢 去重新计算 一下 总价 那但是我们还没有写 重新计算 总价的函数 所以下面是红色的 那我们把 计算 总价的函数 稍微 放进来一下 好 这个计算 总价的函数 大致上 它的 做法 就是说 我从那一个 order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表单里面 我取出每一列 OK 那这一列的第三个 就是那个价钱 小计的价钱 那小计的价钱 全部加总 就是 总价 那 OK 所以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 建置一下 好 这建置 OK 那我们就 执行一下看看 好 那我按 3杯75块 按加入 诶 这里有个问题 诶 这里有个问题 程式有错 那 它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它这里是用double 我们是用int 所以这里可能 不太对 所以我 用int 就好 那用double 也可以啦 而且你 比较能够处理小数 但是 因为我们刚刚就用int 所以我们这边就用int 好 好 那调整一下 加入 OK 这样现在就没问题 红茶25块 3杯 所以小计75块 好 接下来呢 绿茶 然后 1杯 OK 25块 总共100块 没错 好 所以这样我们的销售点系统大致上的一个界面 大概做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好 那奶茶你可以再加入 好 那 1杯30 好 5杯 好 加进去 250 OK 好 那当然你这边还可以卖鸡牌了 那是OK的 好 那所以 大概这样子我们做的一个简易的销售10点系统 OK 那这就是今天的水堂作业 各位也来做一个 好 那参考的程式这边都有 我们题目已经放在社团里面 好 各位参考一下 然后建立一个类似的系统就可以 好 然后把你的系统的 专案压缩档放上来 还有最好写一下网址